在儿时最深刻的记忆里,镇上的火烧龙表演是逢年过节的象征。 那时候,小孩子盼过节,不懂这是劳动人民为了祈祷来年,风调雨顺,辞旧迎新的传统。 如今三时而立,反而对节假日感到恐惧的我,总会想起那时烟火龙腾点亮的夜空,和那个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无限憧憬的自己。 首先,我们欢迎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的核桑团队,来,欢迎。 感谢老板,也感谢我的团队。 今年能够完成这个最美乡村建设,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咦,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要不要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吃个饭? 看,大家都是同事,你不会还是在计较我从你手里接了最美乡村这个项目吧? 我要是计较的话,我就成了赤裸裸的嫉妒了。 虽然这是我接的项目,但是你把它做得这么成功证明,我还是有眼光了。 哎呀,不过我相信,我明年计划的项目,老正爷看在我这么伟大的成全了别人一次的份上,一定会给我加倍的奖励的。 哦,听完龙哥这番自信的发言,我由衷地想邀请你参加我们团队今天晚上的庆功夜,好感谢您的成全。 行啊,这顿饭啊,我是吃得温馨无愧。 好,请。 来,龙哥 龙哥,你看啊,我这顿饭安排得怎么样,啊,不过啊,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你抢人的,就算你团队的人来了我们这儿,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啊,那就,大恩不言谢。 既然你敬我这杯酒呢,我就,先干嘛。 哎,邓小龙啊,过年呢,我打算带我的这个团队啊,去国外旅游,你有什么安排呢? 啊,我呢,过年就想先回趟老家,这毕竟,我没有什么太丰厚的家底,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亲戚啊,也同样重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哈哈 是啊 爸 这做生意嘛 有赚就有亏才很正常 别老叫我回来就我那个门啊 五龙哪点不好 我们家几个人就是干这个人 而且现在咱们那个火烧龙 那已经是国家的废计项目了 还不好 不是不好 主要是我 是我不太感兴趣 你这个孩子 那你跟你说 陈毅 龙哥 龙哥你回来了 爸 爸 龙哥回来了 爸 爸 龙 爸 你看这是谁 没有看过这个表演了 而且听说这个 已经成了飞儀了 是啊 对了 下午我们正好有个排练的 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行啊 好好好 我把这画完 我马上过来 你先坐会 吃一会儿吧 去 吃的 position 行 基本上 哈 还 快 然后中午喝了酒 现在还在睡午觉呢 李哥呢 在麻将馆打麻将 小张呢说是去了外地 然后我给小王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也没接 而且他们之前都说了 不愿意干这个 好好好那你们 你们先练着啊 先练着 叔哥我们把工作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就在这排练 长期试一点简朵 人不够的话啊 我们可以马上来凑 诚叔 你是不是想让诚毅回来接班啊 你怎么知道 我是做传媒的嘛 像这种有意义 又很有艺术的这种表演形式啊 对于我们传媒者来说 是我们的关注范畴 对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去把诚毅劝回来 咱们一起合作一个大的项目 那好 我们一定配合啊 行 嘿嘿 我只要就是想 这前两个呢 没有一点心意和亮点啊 这前两个呢 我觉得这个飞仪 火烧龙倒有点东西 但是我觉得 心理不够 虽然说 现在飞仪文化 开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但是我作为一个传媒来说 你连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打造计划 都做不出来 这个方案 我可能不会为你投资任何资源 老板 其实我把火烧龙飞鱼传承人已经带来了 然后我发现 他在社会中经历了很多挫折 而且他似乎遗忘了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想 请我说一句啊 这个社会 是同情真正的弱者 而不是找不到方向的人 明白吗 好吧 这样 我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好好整理一下思路计划给我 好的老板 请 我看你们公司这环境真不错呀 是吧 你要是答应来当火烧龙的传承人的话 以后我们知道同事关系了 那个 那个点子你们老板同意了吗 对于这个项目 他还是比较支持的 我现在也不会无龙啊 没事啊 你只要坚持自己的使命感就行了 老板 这位就是我给您介绍的那个火烧龙的传承人 哎呀 不错不错 哎呀 我是好多年没看到火烧龙的表演了 那场面壮观呢 有机会的话 咱们公司联会上给咱们表演怎么怎么样 好 好 那个 那那那那你们线聊 我去上洗手间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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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能把这带头带脑小伙子 给我打造好喽 那你就是点湿成金了 啊 哈哈哈 哎呀 这礼仪能不能跳龙门 就看这一次了啊 好 来 举高点啊 一 二 走 这礼仪能不能跳龙门 这礼仪能不能跳龙门 就看这一次了啊 礼仪跃龙门 怎么办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接表演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啊 是要找到我们这个团队的文化底蕴 因为我们要是只靠着接活赚钱的话 这格局会越走越小的 不是龙门 不是我看重钱啊 就 我们五龙队那些兄弟今天都在问 如果我像这样长时间挣不到钱的话 我怕他们啊会没什么兴趣 这个我明白 这钱啊 肯定是要挣的 只是呢 我们现在必须得打破现有的这个格局 引起更多的这个媒体关注度 这样呢 钱也会越挣越多 你说是吧 小龙 你呢 有什么想法和点子尽快给我们提出来 这毕竟你比我们呢 在外面的见识广 我常说 这个我 我哪敢对这种传统文化指手画脚啊 不过 我记得我小时候确实看过一次表演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好像不止只有五龙啊 还有李玉灯啊 这有男有女场面是非常的宏大 但是怎么现在 我都没有看到李玉灯了呀 我们这里啊 确实没有李玉灯 李玉灯是另外一个镇上的特色 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两个人之间 几乎没什么合作啊 那能够和他们联系上吗 因为在我印象里 那个场面实在是太宏大了 哎 要是我们能和他们合作的话 那这个效果肯定是事半功倍的 这个 是不熟吗 这不熟没关系啊 我可以去牵牵打桥啊 不是 哎 就是十几年前 我们两个团队在同一个活动上面 双方发生一点根质嘛 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我们 就紧紧把河水了 是 是因为 因为钱的问题吗 其实当时我在现场啊 劝过他们 但是 都这个时候了 别告诉说钱不够 现在就这个情况 你把我卖了 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哎 要不 你们两边合在一起演 虽说分的钱少一点 哎 这大过节的 也都沾点喜庆嘛 你说大过节的 那点钱分下来 你让我们这群男的 怎么回家交代啊 哎 要不这样 本来这次演出完 是我打桥安排的 自然也不能亏了咱们火烧龙自己的兄弟 就算只有我们五龙表演 也可以争取整个舞台气氛 他们就不演了吧 要不你给他们商量商量 给他们不听这么费 得了 好吧 去试试 陈叔啊 这钱的问题是最好解决的 你们想 现在可都是新世界二零二零年了啊 哎 咱们要是在新一代啊 能够成功破冰合作的话 那这个 可是真的有看点了 来 这件事啊 就交给我吧 来 小杨 那租金 能不能再晚两天给你啊 那就是杨姨 这件非议大会上我见过 我的天哪 这女的收租 随身带着刀啊 杨哥我知道的 这件非议大会上 都不睁眼看我们这边的人 我爸很客气跟他说话 他都不爱搭理 你真的 要跟他合作啊 再看看情况 嗯 味道不错 来 表姐 待会还几个人过来 搬十几个柚子回去 嗯 那枣也不错 这女人可真绝了 这年纪不大 你的心可真狠啊 要要不 脏糊回吧 哎那不行 咱们两个大男人 怎么能让他给吓到了 不过这事儿 确实应该从长计议 请问是杨姨小姐吗 什么事儿 我知道你是镇上 李渔登的代表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宣传项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 不要跟我谈兴趣谈钱 啊 50公里以内 当天往返的话价格是五千 对方应该要承担我们的伙食费 如果说路途较长时间较远的话啊 价格另算 不过包个越久 折克越高 那个你 你可能误会了啊 我们不是请你去演出的 我们呢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 叫一夜鱼龙舞 这位是火烧龙的代表 程毅先生 你们之前见过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呢 非议会长 有这么深的仇恨吗 看来 我得单独的来一趟会会他才行 毕竟这老话说得好 两军交战 不差来时 杨小姐 我今天可是付了茶位费 这晚八成在这喝茶的 你总不可能把客人也赶出去吧 当然不会 我就知道杨小姐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 其实我呢 只是一个传媒人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非议文化 而且我想把这个文化呀 推向信息时代的舞台 再加上咱们这儿民风传谱 杨小姐呢又是一个性情中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聊得很投缘 我们这儿吧 应该说是明风彪悍 你也知道 在这个镇上开价都不容易 你这个聊天吧 他也是要收费的 行 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今天就要知道一件事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各种条件有限 这次呢 你们就辛苦白跑一趟 这些钱呢 作为你们的车马费 인을演了吗 我们不演发生什么叫让我们百跑了一趟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们解释清楚啊 这个 我们资金不到位 所以说这次啊 你们就养成了 这点钱呢 就作为你们的 沉马费 你拿着 我那个还有点事啊 我先忙去了 哎 哎 今天甜言吗 你们演了吗 你们别急 我去问清楚 来来来 大家动起来 快一点啊 来来 怎么好好的 就不让我们演呢 我听说 好像是钱不够啊 所以他们就 自作主唱 做了这个决定 我知道后 也给他们掰扯了很久 但是 人家已经体现这样了 我也没办法呀 咱们不是一个团队的吗 你们就忍心 他们这样对我吧 这总不可能 让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也不演了吧 这眼看要过节了 多多少少 我们也正在回家交差啊 其实说句实话吧 我听好多观众说 你们女一灯的表演 没啥看到 尤其藏地窄了 人多了反而碍事 让整个表演 看起来一团糟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 今天的活动 你们火烧楼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鲤鱼的呢 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下 啊 好 咱们以后各走各动 不 好 哎不是 这大会觉得你怎么忍心 让这群女人这么回去啊 马上就要演出了 你总不可能 那是主办方不开心 咱们也振不到这个钱了吧 赶紧还衣服 大姐动起来 快点啊 好好好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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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走 曾不演了 你们别做出一副让那帮少男人看不起的样子 大不了以后 咱们自己演出 就算钱少一点 也不会让今天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此 我们跟五龙划清界限 走 曾建龙将获知的消息 代化给诚艺父子之后 陈桂川 除了深深的愧疚 无话可说 即使陈桂川当年 也是队伍中站出来说过话的人 可事实上 终究没能阻止这一切 而事情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僵局 一直没有人能够解开 欢迎您大驾光临 来来坐 我们边吃边聊 这客套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今天来就想知道 咱们要是合作的话 这个酬劳该怎么算 这个你放心 我们呢会提前签一份劳务合同 来 我们先喝了这杯和解酒 然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再慢慢的聊 对对对对 那个 酬劳的事情呢 我想一定可以一碗水端平的 怎么个平法 这一直以来 你们五龙的 就比我们五余的费用高 这我们现在要是合作的话 整体怎么都要弄一个 好看的大包价吧 就比如说 以后那对方给我们一万二 我们是不是两对平分 这六千块钱呢 这个 这么 我来说句公道话 据我的了解 这一条龙呢 是配四条鲤鱼 这寓意着四海生平的好兆头 这鲤鱼灯呢 一般是两位女性 这一条龙呢 又需要九个人 再加上旁边制造火花的那些人 这么算下来 平分的话好像 不太合适啊 我们现在单独演出 都是八条鱼十条鱼的 这我们要是一起了 我还得裁员来配合你们呗 也说不上委屈 反正一直以来 你们男人才是做主的 龙才是主角 我们女人和鲤鱼灯 只是陪衬 这到了关键时刻 甚至可以不要 我知道啊 还是那件事情 让你悉尼 一头有个刺是吧 其实 我们也是很愧疚的 愧疚 是 那这愧疚吧 也别光挂在嘴上说说而已啊 你们要是诚心想合作 那要不我们留你们算 其实平分我倒是觉得可以 但是你得给我时间啊 容我回去后呢 给大家伙商量一下 那这么看来 平分已经是你们的底线了是吧 我还以为你们诚意有多高呢 你也别太过分啊 那整个五轮团那又不是只有我和我爸两个人 那还有那么多弟兄那都要挣钱养家的 对啊 这话好说好商量嘛 反正我今天来呢 也是不争馒头争口气 我倒是有一个特别新颖的建议 要我们干脆换着来 你们去捂鱼 我们女的来捂楼 这价钱呢 倒是可以不另算了 你们也别担心我们那群女的捂不起你们那个楼 这个 不太好吧 毕竟这都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怎么可以这样胡乱的换呢 和平大使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想就想疯了 是不是那次 把十几个柚子还不过瘾啊 看什么看本来就是嘛 人家老太太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开一水果店 你都好意思压榨 你干脆拿你包里的刀 剩下去抢好了 我今天来就是打算让你死心的 你们说有点愧疚是吧 我信 但是呢 在利益面前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 你们还会为了我们妥协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你们不用找 哎哎哎杨小姐 其实我 我还挺欣赏你的 我觉得你 特别有头脑和想法 这老话说得好 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嘛 我们有什么问题啊 就坐下来 慢慢的讨论 你说我们要是因为 钱的事情 闹成这个样子 这不显得我们 格局太小了吗 这个钱是你昨天给我的 我现在还给你 你要是还想继续聊的话 我又要按时收费了 不是 杨小姐 其实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不然我们早就自己组队了 你说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们这一家无鲤鱼灯是吧 我们还不是 告诉你们 别太无耻了 你们要是敢抢了我们鲤鱼灯的饭碗 你们是要造天谴的 哎你 这话可不对了 大不了我们也可以 不用鲤鱼灯嘛 我们自己做一个鲤鱼灯草鱼灯急鱼灯 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去做什么杀鱼灯江鱼灯都行 我都管不着 但是自古以来 只有鲤鱼月龙们才可以飞升成为人中之龙 要不然 那就是杂品 就像你一样 你叫什么龙来着 哎我说你 怎么了 看看这 算了算了 过两天我回城里找工作 哎这也怪我 这太轻敌了 我没想到这 哎这么 多给我几天时间 我可以扭转乾坤 哎对了成叔 你放心 这件事啊 我一定负责到底 不然的话 你们以后 都肯定不会再相信我了 交给我来处理吧 哎 哎 哎 伯伯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关于杨仪的事 您悄悄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经常剥削你们趁火打劫啊 哎我说 你们俩什么人呢 哎 打听他干什么呀 婆婆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呢本来是想找杨仪小姐合作表演的 但是我们之间弄了些小矛盾 您知道的 他的脾气有点泼了 所以呢 我们想多了解一下他 对对对对 我们不是坏人 就上次我看见他来跟您收租的时候啊 还叫人来拿走你那么多柚子 这种人你们怎么跟他相处的呀 哎呀 哎呀 你们误会他了 你早还不错啊 哎哎 哎哎 拿着 哎呦 这么多呀 再拿回去点吧 没事 没事啊 小杨啊 每次到我这来收租金的时候啊 不管我当时是拿得出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他都要买一些水果回去 然后就硬塞着给我一些多余的钱 哎呦 这小杨啊 可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他很小的时候 爸妈就离婚了 他是由外婆给他带大的 当时呢 他外婆经常带着他来 到这来买水果 那个时候呢 我这还在摆地摊 没这店铺 后来这小杨他就长大了 能挣钱了 他就买了个店铺 用最便宜的价格的租给我 那对我可好了 那他对外人他是厉害点 那坏人就不敢欺负他了不是 婆婆 谢谢你 不用不用 曾建龙二人自知理亏 为了再次争取合作的机会 决定接触杨仪身边的人 走曲线救国 旁敲侧击来打动杨仪 爸呢 妈妈去到厕所呢 我这这个钱 你等会拿给你妈收好啊 收好啊 入作业吧 小姨走了 小朋友 刚刚那个姐姐 有什么关系啊 怕他对你挺好 你买股肉我就告诉你 这叔叔呢最近幸福 吃素 吃素 我看 你是被作业难到了吧 来 叔叔来帮你读导一下 我小时候也学过 我帮你一起炸好吗 好呀 这个是有家叫这个吧 京位全彩其得不错啊 把钱给我 哎你干什么 你是干啥的呀 少块钱是啊 要钱给我 哎你干什么 你不能管我是干什么的 总不能欺负一个小朋友吧 爸 你趁我上厕所这功夫 你带我儿子跟你讲话哟 你想干啥 那个 误会 误会啊 我呢其实是想 买猪肉 我看这里大家民风淳朴 就看看有没有优质猪肉啊 叔叔你不是说你吃猪吗 你这个 你到底要干啥 买猪肉吗 哎 让我一下 你要买什么呀 猪蹄牌补三下我们都有 我 可信家了 这是小姨要我给你的钱 这个叔叔要找小姨 是你 那边的人 我 看不出来 你一个大男人 还会这个手艺啊 我爸以前扎龙的时候教过我 你 哟 你是那边的人呀 你们这个扎龙的手艺扎我们女灯 我们怕这个灯太重 我们扛不起 我 我们这次真的是很有诚意来合作的 女灯的事 杨姨说算 你你们跟他关系那么好 你能不能帮忙劝一劝啊 看你那么老实 我悄悄告诉你 有一个人的话杨姨会听 谁呀 干嘛呢 走这 我今天差点被追杀 你 你怎么甚至才过来 我今天还打了大半天的免费劳动利益呢 不过我调查到一件事情 杨姨呀只听一个人的话 谁 她外婆 你这不废话吗 她从小被她外婆带到的肯定听她话呀 是啊 那我们找她外婆去啊 你行不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 你不是 你行不行 你 我这门怎么还 啊 杨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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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姨怎么着杨姨 这怎么着 这嗯 什么味啊 这这这喝多少这是 这样你先去叫这户车 我把它扶出来 啊好 你 我说了 那个你 没事吧 我的包呢 你的包和钱啊 我都帮你收好放店里了 会要你的 啊 那个是我一瓶一瓶喝回来的 一百块钱一瓶喝了一整下 我这喝酒是命都不要了 你说你是不是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啊 那也得看钱多少 那要是钱少我学会干 你少在那说不了话 行吧 那个 就 我们 想找你合作的项目呢 前期也挣不了什么钱 所以我想 你也不会答应的 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来找你了 不过 我得奉劝你一句 你作为一个女的 在外面能不能有点分寸 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丢下鲤鱼灯团队 成为一盘散沙 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外话 行了 待会儿你表姐就来了 我们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杨姨怎么样了 没事吧 她没事了 不过以后你们得多看着她点 你说这女孩子在外面喝多了 这事情啊可大可小 就是啊 哪有女孩喝成那样的呀 她脾气又坠又要强 我们拿她也没有办法 这事情啊可大可小 而且 现在需要我们这种表演的场合也不多 她只有陪那些老板喝好了 我们才有可能接到演出 昨天 谢谢你那么用心的替我儿子辅导作业 还有 你替我们扎的灯 我能感觉得到 你们俩是好人 那个 过两天 是杨姨外婆的生日 她每年都会去上坟 如果你们在那个时候出现 并表达你们的诚意 我想 这件事情 会有转机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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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专程打听来的 那天的表演 我也在现场 但是 没人帮上他是吗 今天在你外婆的面前 我绝不说一句假话 我也更不应该 偷到现在才来啊 我带着我们火烧龙 几个代表 来到你外婆的坟前 给他老人家 上一炷香 希望老人家 能够消消生前的怨气 好好安息 我外婆她 也受得住你们这一拜 降标 降标 原来 可以 轻得回救 我们好 那个合作的事 我是一个很相信天意的人 如果我外婆在天有灵 泉下有知的话 我们就让她来做决定 我这有一个硬币 我抛出去 如果正面朝上的话 那我们就合作 如果是背面的话 就不合作 外婆 希望你原谅我擅作主张 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如果你泉下有知 依然不愿意 您可以托梦给我 我会立马反悔的 老天爷啊 这三十年 你可从来没有让我走运过一次 这一次 我愿意用 用十年的单身 换一次成功的机会 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的 我也相信 小龙 会带领我们两队人马 过上好日子的 一块钱硬币的上面 是玫花还是菊花来着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公司呢也准备上一到两个节目到四级电视台做表演 所以在我手下报名的已经有十几个了 老板 其实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是真的合作起来了 那个报酬该怎么算 好 这个问题啊 这个由曾建龙下来跟你们沟通 放心吧 总之呢 我就一个硬性的条件 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呢 如果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做出来的视频 能达到粉丝量过万 那么我就会用我公司最好的资源 达到你们 其实 我想跟你们说些实话 我去年带的团队是公司效益最差的一个团队 我的助理也因为这件事辞职走了 我前些年是赚了一些钱 但是去年的时候和朋友开了一个民宿 后来民宿倒闭了 我们也闹得不欢而散 我也因为开民宿这个事情 错失了一个自己找来的项目给了别人 那段时间 我确实有自暴自弃的念头 所以我回了老家 但是好在我在老家遇到了你们 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更好的项目 所以我想这个项目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 到时候一定给老板一个惊喜 好 龙哥 哎 这个就是你那个新项目的民间歌舞的高人代表吧 龙哥我是真佩服你啊 真是有娱乐精神 你说你这回要是搞不定啊 我都不好意思接手了 不然你又觉得是我抢你功劳了 哎 两位高人 幸会啊 哈哈 今儿是来演出的吗 要不我找几个人弄点花生瓜子给你们捧个人场 这位是你们老板的儿子啊 我看你们老板年纪也不算大 难道是他孙子啊 你 不是啊 不好意思 我们民间艺人老喜欢把老子孙子的挂在嘴边 我只是不会说漂亮话 我是夸年年轻保养的好呢 您看您这一身的人民币的指味 到时候你要是真去看我们表演 他们舞龙的会有火花 到时候绷着你给你烧着了可不好 哎 对了 关于丑老的事情 算了吧 人家都嘲笑我们是民间艺人了 我这脾气肯定在跟我们民间艺人长脸啊 那个丑老的事儿 我们就按老规矩办 我之前呢 确实是故意想要跟你们谈包 可是你们这一直缠着我 我还害怕你们再去打扰我外婆呢 咱们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拍小视频 先试试看嘛 行 只要你答应 我一定会全力复杂 各位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们呢 立项成功了 哎呀 现在在想啊 我们现在做的既然是网络渠道 那么最主要的呢 就是宣传 可能前面一两个月啊 咱们 会没有什么收入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接一些演出活动之类的 但是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这接下来的后半年 我们的媒体关注度过万的话 那我们就有资格去竞争上电视台的机会了 好的 各位 从今天开始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室了 既然我们做的是自媒体营销的话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拍摄一些素材之类的东西 但是不用着急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积累 哎 哎对了 呃 关于火龙和鲤鱼灯的那个骨架 你们会亲手扎吗 会啊 我从小就会 啊 我 我也会 但是就是不太熟练 那可不太行啊 哎你想 你现在可是作为火烧龙的传承人 这些基本的东西 你要会才行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 现在 得马上去学 哎 就是就是啊 要不你现在给我回去学吧 这个东西啊 其实它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啊 我我我去学 你先照着画啊 先把龙的轮廓画出来就行了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我紧张 好好好不看 那我们转过去行了吧 哎 你说你画个龙头怎么跟搬了钻似的 这满头大汗呢 给我看看画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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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一下 我看你一下 我看看 你看你看 你看看 你说要把这个放上自媒体去啊 咱们再专门开设一个幽默专栏 我觉得效果呀会好很多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啊 我再看看 好了好了好了 别笑了 我都说了我不用画画吗 再说你要把这个发到网上去 那我们火烧楼 以后还怎么发现功呢 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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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是不是 玩笑开始太过了 你说 我们这自己人笑他他都受不了 要是真发到手机上去 那些网友话更难听 没事 让他回去好好练习吧 你要不今天先拍我呗 我不怕就脸 辛苦了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捡出来 然后上船 明天大家找个时间一起过来看看吧 只是这最开始可能 关注的人不太多 但是 千万不要被打击到自信心 哎呀不会 要是你能敢骂我 我就跟他对一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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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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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才睡醒 也不知道 究竟这个效果怎么样 不过 没关系 就算只有几个关注 和几条不好的评论 这都是正常的 没什么 看看 做我秀 小姐这不错跟我回家吧 这这都啥呀 不过第三条还不错 让我们加油 好好努力 给我看看 我看看是谁想带我回家 万一是个富二代呢 不是你说杨姨都这样了 那我到时候不得被骂上天啊 干嘛呀 这你就怕了 其实呢 这些评论和导向 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没办法 总有人会泼冷水 不过呢 也会有人在默默地支持我们 毕竟 这是我们第一天试水嘛 对对对 万事开头栏嘛 没事的 在一系列小视频试水后 曾建龙让团队整体亮相 火烧龙和鲤鱼灯 两支队伍时隔多年 第一次凑到了一起 各位 我叫曾建龙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废话呢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开始吧 各位 我们今天的排练就到此结束了 只是待会还需要留几个人下来 我们单独录一些采访 不是 我说你这怎么这么麻烦呢 比我这一场活动还麻烦 你去吧 我不去了 这么晚了 我要回家了 哎呀 太累了 我们这些时间太晚了 都安静点 都听他的 从今往后 只要是有利于我们李渔灯团队的事情 一切都听曾建龙同志的安排 大家有没有意见 好吗 好吗 看看人家 那待会我就给各位分配一下台词 我们稍微准备一下呢 就可以开始录了 外婆 你看见了吗 从天上看起来一定更美吧 外婆 笑一个吧 我曾经经历过的失败 让我完全没有心情做这个龙头 但是人总要扛起希望 努力向前跑起来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未来有资格 去选择他们自己想做的事 但同时 也因为我们扛起了鱼龙总当表演 而感到自豪 河风总云 岁月茶 海棠相过的困难 各位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谢谢你们的支持 这个视频一经上传 点赞人数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破了千 而评论也大多数是鼓励和赞美之词 这让整个团队的士气大震 但是不到一周 热度就明显下降 并且接下来出的视频 也很难再超越这一个巅峰 粉丝破五千了 何爽 姐呀 开过音 听他想说什么 什么事 喂 我可耍到你们鱼龙的视频了 做得不错嘛 是啊 我们也知道了 不过感觉好像后继无力啊 所以呢 我就帮了你一把 你现在看看 你们粉丝数已经突破五千了 我们不需要你来帮忙造假 这可不是作假 是我那帮朋友啊 看我的面子上 才帮你们的 你说 我这个实在吧 是啊 你可真是太实在了 但是呢 做人得礼尚往来吧 到时候啊 你家里面要是有个什么红白写事 一定要请我们去给你表演 给你碰碰场 他明白了就这样嘲讽我们 行了 我们不用受他影响 现在当务之急呢 是要制定一个有热度 可持续发展的计划 毕竟我们军费不是那么的充裕 不可能每一次都拍成那样的精品 那这方面你比我们懂多了 我们是真不知道做啥 是啊 我倒是有一个想好的计划 只是需要你们二维同意 你说 说 炒CP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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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你是有心上人了还是看不上我 不是不是 我这么觉得吧 这样做不厚道 而且 欺骗那些喜欢我们的粉丝 也不太好吧 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看娱乐新闻 现在多流行炒CP增长热度 我们这样一真一假的 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再说了 你就跟我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到处别人问起来 我们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存在什么区别 你看人家杨仪就懂得多了 那是 反正呢 我是单身 只要工作需要啊 我多卖力都需要 真的很纯情呢 我 我 我只是不好意思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脸皮那么厚啊 就就你喝醉那天 你忘了 穿那么短衣裙子出去喝酒 那弄上车的时候 裙子都快飞到天上去了 都是龙哥帮你录下来的 哎你 那个那天情况吧 他其实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要不给你 我叫你 我叫你 你 他就走了 你 我叫你 我不敢 你 我叫你 老娘还没听过恋爱 你要是无所谓的 对别人知道脱点 来三二一开始 呃我我 哎呃不是不是别别别别别说别说 我的 书口 还当成全国人民的面书 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想麻烦大家一件事情 我想送一个礼物给我很重要的人 但我脑子笨没有创意也不懂浪漫 所以想请大家给我一点建议 谢谢大家 这个也不错 我想麻烦大家一件事情 我先觉得我最后一件事情 不是 你们干什么 我看似乎有没有 professors 我觉得云议你不会怎么像 你们看这下面的第一条评论啊 他说 问这个男孩是想送礼物 给这个鲤鱼灯小姐姐 还是给他爸爸 下面的那个回复 他说自己不浪漫 和他爸爸有什么好浪漫的 这小网友真是 他们都在问我要什么礼物 你说到时候会不会真的收到礼物啊 啊那个我还有点事你们先看着 行 哎 你这条好搞笑的说 没有这条对对对 你给杨姨那个 咋回事 不是说了吧都都都是为了工作 傻小子还工作呢 这是机会啊 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的话 那个就是亲上加亲的事啊 这叫什么呀 这就接一大欢喜 你懂不懂 你说啥呢 你想多了 哎 哎你 嘿 嘿 真小子 嘿 嘿 哎 你是那个火烧龙小哥哥吧 哎你是那个 鲤鱼的小姐姐 对是我们 嘿嘿 你们俩在一起啊 哎呀 我们是好兄弟 是哥嘛 嘿嘿嘿 小哥哥脸都红了 哈哈哈哈 那不打扰你们了啊 你好好玩 哎好嘞 拜拜 还害羞呢 诚意和杨仪扑朔的情感走向 伴随着各种声音 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 而那些一直为诚意加油的呼声 让诚意渐渐开始分不清真假 这样的朝夕相处 让诚意渐渐动心 你们在这儿坐着等我会儿吧 我上去开个会 行 啊好 哇 老天爷老天爷 求你保佑我们今天要顺利啊 求你 求你保佑我们也要成功啊 要是求身作业 就能成功的话 在你们也用不着这么辛苦的唱歌跳舞的讨生活了 是不是 啊 不是你 算了别跟他一般计较 你怂什么怂啊 自信一遍 好歹你也是火烧龙的传人 我跟你说 你现在丢的人可丢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脸 我知道了 各位 我宣布 下一年里 我们重点打造的项目 何爽 去年呢 你是最佳员工 不要以为得到了 尾巴就翘上天了 各个团队的方案都做得非常的好 你是做得最差的一个 和去年相比 一点进步都没有 如果你要是觉得得到了不珍惜 我希望你把他让出来 还给大家 下来我宣布 入选的团队有 新鲁亚团队 天润团队 在这我要说一句 最让我感到满意的 就是征建龙团队的一页鱼龙舞 谢谢老板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大家记住 这一年不同的网络 非常的艰辛 大家努力工作 不能像何爽这样 忽言了事 我们 啊 啊 哈哈哈哈 成功了 入选了入选了 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成功了是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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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代表他们两个 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嗯 你之前呢 动用自己的关系 搬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 虽然 只是滴水之恩 还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呢 是吧 哎 好了好了 走走走走 我们去吃青木宴走吧 走走走 走 好 是吧 ités 你 下部分 走 is 好 嗯 走 我 走 ×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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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收好您的卡片 各位 今天我们取得了一个小有的成就 还是要感谢在座的各位对我的支持 虽然在合作期间 没有给大家带来很多挣钱的机会 但是今天我们开心 所以我还是要表达一下的 谢谢龙哥 谢谢龙哥 先说好 这红包里面钱可不多 就当是新的一年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兆头了 今天既然这么开心 咱们今天一定要不罪不亏 放开喝 随便喝 不罪不亏 来 来 加油 加油 这看来你还是嫌红包的钱少啊 说什么呢 那就说明从里心底就觉得我就是只是爱钱了 我不管挣多挣少 我就留个生活费 妻子都给我表姐了 我外婆去世的早 都是我姐帮我拉扯大的 原意 来 来 给我倒上啊 干了啊 干了 十五二十五五十五ο 五十五五十五 大家 tinha 来 呼吸 先吃 来 还 还是少喝一点酒吧 就上次喝醉了身体就还能恢复吧 这上次喝醉了身体就还能恢复吧 我又不是那种娇姊姊的女孩 我跟你说 这大冬天我们要去表演礼仪登之前 都必须得喝上一大碗老白乾 冷冷身子 是吗 真行啊你 来这样 我呢再敬大家一杯 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 来 来 来 谢谢龙哥 带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 不应该是人家龙哥敬我们 反而啊 是我们该敬龙哥 之前我跟程奕还说好了 之后 我们正式合起 接商业 我们得按照市场价 给你提茬 来 那我就 再次感谢在座的各位了 承奔大家的照顾了 走走一块 来来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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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东西吧 来来 喝喝喝 还好多菜 大家听我说啊 时隔多年 我们终于跟火烧龙再次合体 这次呢 也算是很大型的演出了 但是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呀 身经百战 一点都不怕啊 待会下车的时候 把东西都拿好 各自管 各自的 好吗 杨一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身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不难过 一生朋友 你会动 什么 你们车出事了 杨一还受伤了 啊 这样 你先别急 先报答120 我马上就回来找你们 师傅 麻烦提下车 杨一怎么样了 他们的车出事了 现在 旧杨一一个人 撞到头昏过去了 我得回去看看 我我也要去看杨一 我们一窝凤的回去 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这场表演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你又是作为龙头 怎么可能临场退缩呢 还演什么舞 我们来那么多 我要去看杨一 你听我说 现在你代表的 可是整个舆论舞团队啊 待会过去 你就和那边的领导和群众说 让他们稍微等我们一会儿 去场表演 我们一定会完成的 对啊 陈一哥 我们现在去医院 那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还不如好好地把这个演出给诺诺了 这可是咱们两个团队破冰后的 第一次正式演出啊 听懂得的吧 要不然等杨一醒过来 发现咱们把节目搞砸了 咱们得分分钟又给气晕过去了 就是 照顾好杨一 都不过去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怎么一二零急救车还没来 这里打不到车 杨一头伤身这样 我们又不敢动啊 杨一 你没事吧 师傅 车现在还能开吗 安能 这样 待会儿留下一个人后卫去 陪着杨一就行 你们其他人 还是继续赶往演出现场 只是待会儿和主办方说一声 就说临时出了事故 少了一条银 杨一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还演什么呀 大家冷静一点 听我说 我已经和火烧龙那边说好了 他们已经往那边去了 只要留下一个人陪着杨一就行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可以兼顾表演的 火烧龙的队员又这样 到时候直接又把我们出名了 听他的 赶紧去 杨一 你放心 没事了 杨一 你坚持住 我们已经到医院了 护士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他可是我们李玉灯的代表 我们本来今天还有一场演出的 可是因为 怎么了 你是担心我这棵摇权树没了 还是真的很担心我 都有一点吧 我都听医生说了 我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倒是你 你怎么还来医院了 你要是不去现场的话 现场一沉乱怎么办 我 我嘱咐成意去和主办方 和群众解释了 你嘱咐 我是不知道 他一紧张就说不出来话 这次 我相信他 这个 大家不好意思 久等了 我们的队友刚才带来的路上出了一点交通意外 就是鲤鱼动团队的领队杨仪 他现在头部受伤 正在昏迷 所以无法赶到现场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的表演马上开始 我们的表演马上开始 好 我是觉得你真心不错 咱们这个团队要是没有你的话肯定没有这么起心 有可能就这么一辈子接表演奔波下去了 我说你这脑袋一转 感觉整个人都开窍了 而且你这一夸我怎么老是觉得有点浑身不自在呢 我是真的那么觉得 这就所谓的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啊 邓金龙 你说要是我这次受伤特别严重 就命悬一线 奄奄一息那种 你会不会很担心我 肯定会啊 你现在可是我的摇钱术呢 那是哪种担心 就是 我说你这脑子 是不是真壮傻了 怎么成天说些胡话呢 我怎么觉得 我有点喜欢上你 怎么了 被吓到了 那个 你之前不是说我 带领团队友方吗 这队员肯定都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他们啊 你知道是吧 这个 是不是担心我和诚意啊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安排的官方对象而已 而且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承认过我喜欢他 没事 我也只是说说我自己的感想而已 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 你也不用那么紧张 一样一样 我现在 全身心的都投入到工作人群了 确实没有心情在谈恋爱 而且这工作和私人感情我都是分得很开的 而且我 我可能真的被撞坏了脑 行了再睡会 那我 我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他 我 哦 你 我 好了 怎么样 还 还痛吗 行了 都来了 怎么样 还痛不痛啊 没事 因为脑震荡 脑震荡哪也分大分小的 你不能疏忽啊 我听说他今天表现很好 一点都没紧张也没结巴 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了 你是不知道 我刚知道你出事的时候 我有多担心你 但是大家和龙哥都鼓励我 我就告诉我自己 这次表演 你不在 我也一定要成功的拿下来 不能让你一直觉得 我是个没用的人 别这么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哎 你饿不饿 我去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真的没有人 这个是什么 如果你的表情 你未经许可想或计量 我发现了 你 然后我 每辈子 我都给你了 小龙小龙 诚书 你看 你看你能不能 帮我们陈家一个忙 怎么了诚书 你说 我们家陈毅啊 跟那个杨毅姑娘 什么时候真正可以成为一对了 你不知道 那个傻小子 对杨毅姑娘 已经动心了 杨毅上次不是出了疑问吗 他会在家里 连这几个晚上就连做梦 都在替人家担心了 我在想要不 趁这一路顺文顺水的 把好事给办了 这么一来到时候 那不就是名正言顺的 家伙天成了吗 是不是 诚书啊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 杨毅那边要是 没有给出太明确的回应的话 咱们还是 不要太激进了 毕竟他的性格你也知道 要是破坏了以后的合作关系 他可是说不干就不干的 你说的也有理 要不就慢慢来吧 对了诚书 我这边还有一个好消息 可以先告诉你 就是我老板 他说是电视台那边 会举办一场晚会 然后邀请咱们去表演节目呢 真的吗 对 我老板说话呀 一下是很有把握的 那可太好了 所以咱们现在还是 先着手于 节目演出的事情 那行那行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好 好